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尊花满楼》 被驻商人卖的时候 鸦片又出现了 这个货运账单上面显示 他们经常从南洋进口罐头 价格是每合一百万 可到了联合镇 就是每合七十万 他们为什么要做赔钱的商人 那些罐头 连夜运出去 还那么多人盯着 你想想 这是鸦片 宝儿 这次实际很危险 我估计还能联系到我父亲 所以这一次 一定不能冲在前面 交给我 你放心 即便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可能让他们 再继续送进天梁下去了 时间地点都在里面 能叫多少记着来 叫多少 我们收到消息 这批货里面有鸦片 我们就一个要求 现在打开让我们看 刀萌 亲自为你们打开 让你们过目 这种事情 怎么能劳烦于斗阵上啊 强子 来 跟我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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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 林耀山确实有个儿子 叫林嘉诚 这林嘉诚 就是林耀山的独子 独子 对 林耀山根本就没有女儿 宝儿啊 南洋林耀山 到底是不是你父亲 您在生效什么呀 当然是我父亲了 我这儿可是有证据的 谁家大小小身上 会有这种疤呀 说 你是哪儿来的野种 你来联合展究竟想干什么 我哥 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二道光 但他对我来说啊 就只是最亲的亲人 最亲的亲人 那 那我呢 朱老爷放心 这批货交给我 保准不会出任何问题 毕竟 朱老爷的生意蒸蒸日上 这连贺镇也才越来越好啊 我这座镇长的 自然 也会越来越好 好 林兄果然是聪明人了 这次来是想带走保尔吧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想带他走 为什么还让我来啊 因为你见到我 便可放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我还没想好 我 我别有选择 依我看 他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心甘情愿被你利用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真没想到 我太太竟然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年 如果有一天 我伤害了你 你会怎么办 我会恨你一辈子 只要你肯告诉我 以后要多少鸦片我都给你 您独划南洋的生意线这么多年 一手遮天 也该撞狗了 宝儿 今天怎么这么熟透 你算我人生中的第一刀光是谁 我知道了 这是回南洋的船票 若想让光队活命 你必须离开联合阵